记者吴梦伦台北报道,39岁男孩女星邱慈炫去年宣布,于小两岁的中国演员于小光步入礼堂,本月一日邱慈炫在首尔的医院产下一字,但却传出邱慈炫产后音颠线紧急送医的消息,让粉丝们相当担心一日时于小光与邱慈炫接在微博PO出儿子的脚丫印照。 对于新生命的到来感到相当喜悦,但邱慈炫已是高龄产妇,生产完后因出现癫痫症状而送医,经纪公司表示目前已无大碍,在医生的建议下留恋观察,老公于小光一直陪伴在身旁。 于小光今天也在微博发文,表示邱慈炫目前正在接受医院检查,详细病因有待确认,并说,我会一直守护在他身边。 孩子的状况良好,感谢各位的关心。 感谢 邱慈炫,又,与于小光相当温爱。 翻射自于小光微博,于小光一直陪伴在老婆身边。 翻射自于小光微博,夫妻俩的儿子本月一日出生。 翻射自于小光微博。 翻射自于小光微博。